我们今天试驾到的是东风日产全新一代的天籁 那此时此刻呢 这台车还没有公布价格上市 我们是在广东国际赛车场提前试驾到它 先看外形的话 其实这台车新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大嘴 这是东风日产 包括整个日产全家族一个新的设计特征 那以前的天籁可能觉得会比较温和 但是从上一代开始 尤其到了这一代 整个前脸攻击性确实比以前更强了 然后这台车它的宽度和重心 按厂家的介绍来讲也是变得更宽更矮了 所以也从先天基因上去做更好的运动操控的底子 虽然都还叫做天籁 但是来到车尾 你会看到它的这个尾标上贴的这个英文名是改了的 原来叫做Tina 那现在这个叫Ottima 那实际上在日产全球体系里面 这两个都是同一台车型 只是说这个名字更多的用在北美市场 所以可能从厂家的角度来讲 它觉得这个名字更加的体现国际化一点 日产的车型其实向来以居家氛围著称 尤其是天籁这个车型 但是从上一代天籁开始 我发现它就有一些运动化的变化 到这一代全新天籁的变化 其实会更加明显 设计上可能没有什么特别追求运动 但是它整体的材料的搭配 包括色彩的使用 都是那种大家认为传统的运动车的那种感觉 会更明显一些 当然从功能上来讲 这台车它不会有什么退让了 这些好用的储物格 杯架 包括这些扶手箱也很大也很够用 包括有一些像USB口 甚至它这里 我觉得是车厂里比较早提供这种Type-C接口的 这种接口其实很细心 然后配置上 因为这台车其实是一台顶配车型 你会看到从这些按键功能按键都铺满了 方向盘铺的密密麻麻 其实配置应该是挺高的 整体来讲可挑剔的地方我觉得不多 唯独我想要挑剔的是它这个屏幕 一个是这个屏幕尺寸比较小 第二个就是显示的精度和色彩 确实比不上现在很多车做的很高水平的那种车型 尤其是自主品牌 当然它里面的功能 刚才从工程师的介绍来看 它其实还是做的比较多的 有手机互联 有很多可以自己直接上网的这种娱乐的设备 这些功能都有 只是说确实从观感上 这个屏幕显得小气了一些 而且它的质感和画质 也没有说要做到这个级别里面最好的那种水平 天籁的后排空间当然不用担心 它整体的尺寸跟上一代差别不是太大 略有增加 但是乘坐感还是很舒服 然后座椅的话 其实这一代天籁的座椅 从造型上皮面的这些纹路的设计上 是希望营造运动车的感觉 但实际上坐起来还是那种非常典型的 天籁那种非常柔软厚实的这种乘坐感 头顶空间的话 我觉得大的天窗加分很多 会让整个开扬感很好 功能的话 像这种背座基本的配置到了 然后这个靠背其实是不能放倒的 然后可以通过这里去尾箱拿东西 然后前面出风口USB口 大的USB口和小的Type-C的口都有 所以这些细节还做得挺好的 全新天籁上一个非常有亮点的技术 就是这台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是日产全新研发的 可变压缩笔缸内直盆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是一台2.0T的发动机 可变压缩笔其实在其他车厂一定有 相应的量产的发动机 比如说马自达 它就通过气门的变化 去营造出可变压缩笔的效果 但是日产其实是用一个最彻底的 机械结构 让这个活塞的形成发生变化 去实现了它的可变压缩笔的效果 那这个效果实现出来就是 使得它的变化的范围特别大 从8到14这个变化范围真的是非常的大 这台发动机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它的双喷射 它既有气道喷射也有钢内直喷 然后全铝的钢体钢钙这些技术 当然有了这些亮点技术之后呢 其实它还是有挑战的 这个技术原理在20年前已经提出来了 也已经占领了专利 但是真正实现量产却花了20年的时间 这过程中也改了设计 包括它实现量产的要求 所以可见这个技术要实现起来确实难度很高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整体的尺寸和重量 一定也是会受到挑战的 那当然我刚才问工程师 他回答说整体来讲尺寸体积确实略有增长 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它的性能 他说它通过了整车的性能去实现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看它实际的性能表现是怎么样 这回的试驾呢 主要安排在赛道里面 当然可以看出厂家对于全新天籁的运动性的信心 从底盘结构上来讲 相比上一代没有非常大的变化 它有很多的电子系统的加持 比如说它的过弯自动辅助系统 这样会减少它的推头 然后后轮是有一定角度的可以主动转向的 当然因为今天赛道有点雨 有点滑 所以轮胎上来讲会感觉确实比较滑 但是干地上可能感受会不太一样 所以从主观感受 包括它的实际在弯道上的控制来讲 作为一台量产车已经做得相当之不错了 至少来讲它是修正了它驾驶和操控上的短板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动力系统 它这台2.0T加CVT变速箱 整体的匹配的平顺度是没有问题 然后本身的动力的爆发力 以一个量产车来讲 在这个赛道上其实还是可以的 在大直到踩全油门下去 它其实很轻松很轻易可以做到 160 170甚至往上走 潜力其实还都是有的 只是说在一些比较急的弯的时候 出弯的时候 除了说电子系统会压制它的动力输出之外 其实我还是能感觉到 变速箱跟发动机整体配合 发力稍微有点慢 当然因为在赛道上对于这个的要求 会放大的 所以会把这个表现放大一点 相信在成立的时候 会有这个现象不能完全消除 但是程度应该没有那么明显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配置 它配备了比较全的L2级别的自动驾驶的装备 包括它的变道辅助 还有它的车道保持 这些功能其实都有 至少在顶配是全的 当然更多更细的感受 还需要到开放道路上才能确认 那现在我开着天烂来到了开放道路 第一感觉这个动力确实爽了很多 因为刚才在赛道整个的要求可能会更高 出弯加上电子系统又会再阻碍它的发力 所以在平时开的话 这套动力系统的储备会让这台车开起来 也确实灵活感很好 而且相比上一代的天烂 CVT的反应也更加的自然 拐弯磨脚的这种侧厢的支撑什么的 也做得很到位了 总的来讲我觉得 确实日常开还挺舒服的 然后说到MVH的话 其实刚才在赛道里面也压了路肩 也有一些搓板路的体验 那不出来我也走了几段的这种烂路 总的感觉来看 虽然说天烂现在往运动化是有一些靠拢 但是其实它还真的没有丢失它作为 以前非常有特色的舒适性 还有环境隔音 刚才在场内其实做了一个测试 放喇叭 因为它前窗是一个双夹成玻璃 然后关上之后分贝仪的下降确实很明显 在里面也不会觉得那么吵 那这一点也是它一贯以来的优点 在这一代上其实也得到了延续 如果要给全新天赖定个调的话 我自己个人还是认为它是一台舒适的车 然后这台车在舒适的基础上也做得很好开很好用 而且我们今天主要试驾2.0T的版本 确实它的动力操控这些 把短板很好的补齐了 目前来看确实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唯一可能就是对买价来讲 因为它要面对两个动力的选择 一个是入门的2.0的版本 一个是2.0T 那这两个动力彼此之间动力落差 其实是有点大的 所以还是很巧面要看定价 如果说2.0T的入门版本是做得比较亲民的话 那这台车其实会比较有意思 它可以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人 希望买到一台大车大面子的车 那2.0就够了 那希望动力好又没有什么短板 享受更好的话 2.0T的入门版本 其实还真的挺重要 所以车本身我觉得短板不是很明显 关键是你选车的时候 这个逻辑是怎样的 我来帮老师评评音响 那这台天籁用的是一个Bose贴牌的音响 那其实以前的天籁顶配也是用Bose音响 那听起来我觉得 这一代的Bose更适合听流行音乐 这个强劲感好很多 至少比上一代来讲 这种听起来更爽一点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这个强劲感好多的 这种强劲感好多的 这种强劲感好多的 这种强劲感好多的